而这三位副手人选这个亮相后呢除了性别都是互补之外呢 陈建仁 王如玄跟徐希盈呢有不同的专业领域 有各自的宗教信仰 而在今天下午呢民进党的副手陈建仁是献出他的服选处女秀 一样是一套西装跑行程 胸前挂着象征教会荣誉的徽章闪闪发亮 陈建仁的初登台民众很捧场 不过面对数十个镜头副院长明显不太适应 只有在抱着小孩时稍稍展露轻松笑容 特别的天主教宗教背景是民进党过去少耕耘的一块 成功创造不少话题 对手宋主义搭档徐希盈也跟随妙天禅师多年 有庞大群众号召力 不过却遭外界质疑民国党和妙天关系匪浅 也意外引发论战 大家对妙天禅师的关注或是关爱 那所以不管我做什么事大家都要询问 都要询问 那我看到这个陈建仁这个副院长 大家都没有去提他的牧师还是他的神父 事实上这次副总统参选人学军力精诱而且都是博士高学历 蔡英文大党陈建仁曾担任卫生署长中研院副院长 是忠诚的天主教徒目前打算以五党籍参选 宋锤副手民国党主席徐欣盈 曾是全台最高票立委基层实力坚强 笃信禅宗佛教 朱立伦副手则是选择王如玄前老委会主委 没有特别的宗教信仰却有固定上教堂的习惯 其实我在一开老委会之后 那我就开始对宗教特别有兴趣 其实每个礼拜三的晚上我也都参加教会的活动 有一个小组 三人一被提名就拼命上节目开记者会抢曝光 卖力程度不输总统主帅 选择参政会不会成为另一波 左右选战的关键力量 2016大选只剩不到60天 有没有细票实力才开始见真章